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岗天后宫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朝建庙 所以距今已经有400余年 是台湾最早奉饰梅州祖庙开机妈祖神下的庙宇 也是台湾历史最悠久 最灵眼 香火鼎盛的妈祖庙之一 在陆续修建的过程中 历史上的商骨巨妇 施士宝和孤显荣都曾经参与 当然施家和孤家本来也是入港的望族 在当地开支善业甚至向外衍生 因此现在如果你碰到了姓施或者是姓孤的朋友 有很大的机会 他们就是入港人 接下来 入港天后宫主侍神尊为妈祖娘娘 镇殿供奉最大尊的妈祖圣像 是日剧昭和年间所雕塑的 是用泥土雕塑的哦 同时还有其他的镇殿嘛 镜香骂 古大骂等等也都各司其职 而在这里面听说还有一尊妈祖圣像 据说是梅州开机妈祖六尊神像之一 有一尊就在入港天后宫 因为这尊应该已经算是国宝等级了 所以听说只有在除夕的时候才会开放让人参拜 而入港天后宫的寺庙 包括木雕石雕彩绘 都是出自于历代名将大师之首 镇殿中历代清朝皇帝和各文武官员的匾额碑祭 还有祖庙镇宇的大灵符 赤母宝戏等等 里面古艺甚多 而这些古艺在现代夜色之中更透露出一种唯美 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但因为七掌柜不是建筑的专家 所以就不多说了 就让镜头带大家欣赏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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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完镇垫之后 从右侧的廊道进来 会先看到靖主宫 靖主宫有点类似土地宫 或是寺庙的地基组 现代应该就像是当地的派出所 天后宫位置这里 等于是它的管辖地区 而旁边这里还有好多全省分林出去的妈祖 是作为帽主回娘家休息的地方 再过来是月老厅供奉月下老人 你们看有这么多的祈愿卡片 就看得出来也是有很多人来这里 跟月下老人祈求姻缘幸福的哦 进到后殿我们首先看到一楼有一座天龙池 这座天龙池是民国后所建 所以还不算是古迹 但是在月光夜色的笼罩下 搭配四周有许多文人的自画师作 感觉还是有另外一种别致的风味 如果我们从上方看下来 就像置身于中国古典庭园建筑之中 颇有雅趣 再往上走就看到拜斗厅 里面供奉斗老援军 还有南北斗新军 能够为我们消灾解恶 赐福天守 在这里拜斗点灯的信众 真的也是非常多耶 而旁边的灵下 灵下宝殿是五开间的格局 外面露台为八角形 灵下宝殿主是玉皇大帝以及三观大帝 两旁配饰还有观音菩萨 五谷大帝 女娲娘娘以及水仙尊王等神尊 大家有发现吗 很特别的是 鹿岗天后宫的玉皇大帝并无神像 而是以一块圣旨牌上书玉皇大帝 通常这样的方式代表着民间信仰中 对此神尊的最高尊崇 对此神尊的最高尊崇 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坪 我们再往下走 在灵霄宝殿的下方是太岁殿 里面除了供奉六十太岁信君之外 也看得到在这里 安太岁和点光明灯的信仲非常多哦 鹿岗天后宫虽然是古迹 但也有跟上时代的脚步 推出许多的线上服务 所以想要点灯 安太岁 或者是求姻缘的信仲 都可以透过线上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参拜完后 店向外出来 这里也有供奉出生娘娘 旁边还有一幅入港的古街 街道图以及介绍 带我们瞬间穿越古今交错的感觉 夜晚的鹿岗天后宫真的是很美呢 参观完鹿岗天后宫 我们又来到了白天的鹿岗新祖宫 而鹿岗天后宫又称旧祖宫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 旧祖宫和新祖宫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啊 其实啊 其实啊新祖宫当初是因为林爽文事件 叛乱平息之后 由清乾隆皇帝亲自下子赤剑 由于也是供奉妈祖娘娘 当地原先已有天后宫 因此就叫做新祖宫作为两者的区别 而新祖宫最大的特色 是由天子御赤剑庙 是全台湾唯一观赦的妈祖庙 具有重要象征的历史意义 同时啊也因为是官社之庙 听说古代是只有当官的人才能入庙参拜 也因此 庙前立有一座文武官员致此下马碑 提醒这些平日大白场的官员 到这里还是要下马步行 以示对妈祖还有天子的尊重 有一段趣文是说 新祖宫城荒废多时 后来有人发现乾隆皇所赐的幼稽昭林匾额 居然流落变成庙方人员的床板 于是他赶紧以新床板换来这个旧床板 并将匾额送至旧祖宫保存 这也就是我们刚刚在旧祖宫里 所看到的那一块匾额 或许很多人都来过鹿港 但是月光夜色之下的鹿港 除了感受到妈祖慈悲灵艳 庇佑世人之心 是不是还有一种古今交错的唯美感呢 有机会大家也不妨一起来感受看看吧 最后也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关于掌柜拜拜购的内容 也欢迎多用行动支持我们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有大家的支持 我们将会更有行动力 带大家拜拜购哦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